获得粮农组织认定的四处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分别是 中国福建安息铁观音茶文化系统 内蒙古阿鲁克尔沁草原油木系统 河北社县汉座实验梯田系统 和浙江庆元陵孤供域系统 因符合以独特方式利用传统方法和知识 维护特有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标准 他们在2022年被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那么在本次的授证仪式上 中国新增了四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 自2005年 粮农组织启动认证项目以来 中国始终是获得认证农业遗产项目最多的国家 在这个祭祷里我们从中国出发了很多 我们从中国出发了很多 如何保护 保护 保护 如何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生物系统 保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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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标准 但是人类价格 我认为我们只需要祝福 和感谢中国的资源 在数位的资源 资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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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认定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 来保护相关景观 农业生物多样性 知识体系和文化 截至目前 粮农组织已认定了 24个国家的74个系统 及遗产地 其中中国有19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